Hello 聖誕節就來了 我們有時想在家慶祝聖誕或者招呼朋友 有些食物一定會煮 例如是焗牛扒 或者是這個Wellington牛 這個Beef Wellington 有時很不幸地 有些朋友就不能吃牛 或者他們不太吃這個牛 你可以選擇煮這個豬肉卷 都很好吃 這次我們煮的食物跟這個Beef Wellington都幾相似 這個叫做Fish Wellington 或者叫做Salmon Wellington 其實主要是酥皮裏面將牛換成一條魚 不是 一塊魚 然後就焗出來那個效果都非常好吃 大家收看的是不熟不食 我是Arthur 假如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要讚好和訂閱 我們這裡見到一些些材料 這些就是我們大部分會用的材料 所以跟這個Beef Wellington相比 真的少了很多材料要使用 方便很多 這裡是Cream Cheese 然後這裡是Palmer Sam Cheese 這個是麵包糠 這個就是蛋液 這個是焗酥皮時候必要的 然後我們有些少少要炒香的料頭 包括是蒜、Charlotte、雕草 雕草搭乳是非常之夾的 然後這個汁也都會用到大約是150克的菠菜 然後這裏有些是蕃茄 我稍後打算是可能切開頂部 調味拿去焗 然後放芝士上去焗溶 這樣就像是一些側面差不多 半碟那些東西 這塊的三文魚就是我們這次做Fish Wellington的主角 它是下一條來自澳洲的三文魚 已經是經過了處理 是劏開了一份一條filet這樣傳過來的 好 這個是半身的份量 就是一邊的filet 當然你可以買整條回來的 但是有時候用不完 但是假如你很喜歡吃三文魚的話 你可以整條買回來的都OK 買回來的時候已經幫我們去好細骨 所以是回來就即開即溶 好 我們放在一邊 我們先處理一下我們的料頭的部分 之前小弟做好即是打好了那些蒜蓉 又用完了 又忘記打 真是失策 好 我們剁碎了之後可以將它用一個盒子裝起它們 好 然後乾蔥頭沙拉 就跟蒜放在一起 哎呀 推上去 這個就是我們轉頭會用的料頭的部分 那這次的份量就應該是一至兩人份量 其實三個手指寬的肉都非常足夠 我們先解開包裝 切開出來 其實就可以將剩下的部分包起它 我下次也要切的 是不是 不如我把蒜蓉進去吧 剛好之後就可以包回雪櫃了 之後你喜歡冷藏也可以 你喜歡去把它做其他東西都可以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已經是打了一輪 但是有皮的三文魚 所以 挺好用的 挺方便的 有時候你買回來要打一輪 很煩的 剛才有些番茄的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把它們的頂部切開它 全部都是這樣做法 可以切入少許會好些 因為你不知道它會不會那個蒜蓉關得很入 OK 我們放少許油 鹽和胡椒粉 好 然後就可以將它們放入攝氏180度 先烤一烤 我們省口會和那個芝士放進去 40克的牛油 我們放進煎鍋的裏面 我們用牛油起鑊 火千萬千萬不要太大 好 這個時候就可以將我們的芝士和蒜蓉加進去 最重要是不要心急 牛油一焦了就不行了 其實剛才都按夠了 剛才我把蒜蓉沙朗用的blender blend 就快了 只要自己切 哎 只要自己切 真的很白癡 當你看到那個沙朗開始變成半透明的時候 真的好像這樣 就可以將我們的菠菜加進去 好 全部放進去 千萬不要以為會很多 因為它是會縮水的 放少許鹽去 放一點胡椒粉去 炒到它炒皮 炒一下炒一下就發現 怎麼菠菜會縮水的呢 是啊 它縮得很快 煮的同時你就見到菠菜 就不斷不斷縮水 水份只剩下很少 就可以加入我們的cream cheese 這裡就多些份量 150克左右 然後芝士 麵包糠 加進去 你會否覺得這個好像跟我們做羊架的crust 有點類似 但這個就不會變crust 放心 我們再去拌勻 你可以用一隻羹幫你一起拌勻 外國人煮這個魚 通常都會下雕草 當它混合在一起就可以關火了 用一隻碗把這些東西倒進去 先降溫 放在一邊 洗碗 這次這個食譜第一次做就出現了問題 所以現場收音那裡索性不要用了 我們這次弄第二次才給你看 好 回到給大家聽了 我們首先把酥皮解凍 然後就把它拌勻 盡量想它薄一點點 和它的厚度平均一點 假如不是立即用的話 建議入雪櫃 否則你室溫焗出來 有機會會不夠脆 然後我們的三文魚再去一去皮 假如你有皮的話 你會有一個比較硬的口感在裏面 其實跟我們平時將魚拉平的動作一樣 開個insession 即是開個口 然後把刀去到皮這裏貼住它 一路一路地拼它 拉它 就OK的了 然後自己喜歡的調味 我就用鹽和胡椒粉 這些所謂的基本調味 我知道有些朋友喜歡用一些乾身的香料 例如是一些一瓶瓶的Thimer或者Rosemary 是OK的 沒問題的 你可以用的 這個是很個人的喜好 沒什麽所謂 然後就可以拿一塊酥皮出來 就將它有膜那邊撕開 這一邊比較黏身一些 我們在這一邊開始 將魚放在一個適當的位置 足夠你將魚包好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之前不是做過一個醬那一批東西 就塗在魚的上面 腩胃那邊有機會會凹進去 所以那邊要塗厚一點 盡量平均回到它的厚度 然後在我們那個酥皮的旁邊 塗一些蛋水下去 然後就可以折起來了 我們將薄那邊 就是短那邊 先折起來 然後將長那邊就對接過去另外一邊 這個時候記得 那個底子千萬千萬不要太厚 為什麽呢 我稍後會再跟你說 然後反一反轉它 在它表面先割幾刀 盡量要令到它有這個criss cross的圖案 我們焗完出來之後 它會比較漂亮 好了 我們割好之後 然後就可以在上面再塗多一次蛋水 記得記得在兩邊都要塗 否則你焗完出來的效果就有點分別了 我們可以先塗底 再反轉 再塗蛋水 還有可以用的就是用牛油紙 我第一次用是用牛油紙的 是OK的 但是用了石子之後 我發覺有一點點不太Smooth 好 我們將蕃茄在焗裏面拿出來 這些炒皮蕃茄 我覺得好吃過你就這樣吃 所以焗一焗它就好一點 然後將我們鯿魚放進去 用上下火 即是底火和免火加上風扇 焗爐用230度 焗它20分鐘 假如你的焗爐是沒有風扇的話 就要焗多去5至10分鐘 自己看情況 好不好 撿生 然後我們的蕃茄可以在上面灑一點芝士碎 稍後會載入焗爐那邊焗它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講講這個食物 其實這個食物本身不是叫Fish Wellington 它有一個很優雅的名字叫Salmon on Crute 其實是一個法式的翠邊三文魚 但是我擔心大家不知是什麽來 所以叫Fish Wellington 令大家首先知道有個概念 然後再告訴你究竟是什麽來 大約20分鐘之後 我們那個魚就搞定了 拿出來看一看 將我們的蕃茄就放進去焗爐裏面 焗多它我想3、5分鐘焗熔的芝士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的酥皮應該是非常脆的 而且你看到它的顏色是比較平均一點 它的底部亦都不是說很厚 其實這個是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好的效果 當然這個酥皮是急凍的 用一些現成的新鮮酥皮是更加好 那哪裏有現成呢 自己做吧 我不知道哪裏都買新鮮的酥皮 剛才那些蕃茄放在側間半碟 搞定 其實這個是一個比較簡單的食譜 沒什麽難度的 是 你準備好一塊東西 有塊魚 有塊酥皮 那麽就搞定了 有沒有留意到今天的聲音好像有些 是不是還沒開聲 因為這條片的VO是我早上做的 昨天晚上沒有時間VO 而且太累了 所以用早上的時間去錄VO 那這個Valenton Fish或者這個Selmon on Crude 其實是比較容易做的 即是相比這個Beef Wellington是一個一門級的食物 可以留意那一塊東西可以是炒得乾身一點 那就會更加厚 而且這隻貓很喜歡 這個時候不如我們NG回我們第一次做錯的問題 其實一直以來那個做法都是沒有變的 只不過是包的時候 它的厚度 底細長太多 太多Layer 焗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放在中間 不是放在較低的位置 所以它的表面會比較焦點 而且它的底子真的很難接受 我實在是接受不到這個效果 所以都是一會兒充分入廚房 我再做多一次 所以這個食物並不是想像中那麼難 不過就有一點點東西要注意 懂得做餅的人會明白我說什麼的 喜歡的網友 記得要讚好分享出去訂閱頻道 最終Instagram和Facebook 我們是不熟不食Cooking Room 我們下次見了 請按讚好分享出去 跟從來的朋友是個上面 如果在這個時候會有一點點 請按照 按照 你快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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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